好 我们看正式讲这个法师 如今都各自成佛了 那么地址 地址怎么回事呢 地址变化就多了 因为地址那个时候是凡夫嘛 凡夫有这个轮回啊 这个变数就太大了 我们看看地址 听完法华经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先看第一段 它有四段 先看第一段的本节大言 看经文 朱比丘 我等维沙米时 各个教化五两百千万亿 恒河沙等众生 从我闻法 为阿脑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这些听法的弟子们 在十六菩萨沙米 说法华经的时候 从我闻法 为阿脑多罗三秒三菩提 听闻法华经以后 每一个人都发菩提心的 所以诸位 如果你只是内观真如成就清静 你法华经的三根没有成就 成就一半而已 他清静心以后 一定要发起菩提焰 一定要有一种四项的一个落实的因言 而不是只是理想化的 理想的清静的本体而已 当然这是基本功了 所以清静心跟菩提焰 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 当然我们刚开始重视偏重清静心 但是菩提焰是后面偏重 但是在修的时候 两个都要记住 就是说 刚开始听闻法华经的时候 是清静心 菩提焰都记住了 所以偶尼大师在这段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 三寸初心 不予以法 不予是以次的因 就是说 三寸的人成就道果 他可能成就 声闻 言解菩萨 这三种道果 他们最初的发心 有很多很多都是 一字法华经而成就 那么一字法华经 成就一心真如 清静心菩提焰以后 怎么又变成全法的功德了 因为退转 这后面会说明 就是说 法华经一退以后 那就落入了三寸的果地 不过没关系 那么三寸的果地 你只要遇到佛陀出世 佛陀会把你会前入死 所以 一旦听闻法华经以后 他就怎么样呢 他有可能落入三寸的功德 就是退转意义来说 我们看卯二的金柱声闻 看经文 此诸众生 于今有助声闻地者 我常教化阿闹多罗三秒三不提 是诸人等应以释法 渐入佛道 所以者和如来智慧 难信难解 那么此诸众生 已经有助声闻地者 那么三寸初心不以依法 就是这个 包括菩萨证 但这个地方特别讲声闻证 就是说 这些声闻地者 一开始发心都是 佛菩提心 安住亲情心 但是在生死闻轮回当中 退转了以后 就赠得阿罗汉果 那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佛陀的错 因为 佛陀在今生 也经常教化他们 无上菩提的法门 比方说佛陀 佛陀也讲过方等波雷 佛陀没有讲法华经之前 讲大正的方等时 波雷时 但是弟子们 还是要先以小正的空心涅槃 成就以后才能够入佛道 就是说 每一个人误入佛道的过程 因应是不同的 就是说 这个人 你把他直接拉到佛道 那就坏了 坏了 坏事 但是你先把他拉到涅槃 在这种佛道就对了 就是 虽然是过程 他一定要经过那个过程 这件事只有谁知道呢 只有佛陀知道 如来自慧 难信难解 就是说 那谁知道 我应该要先到人天秤 我可能先到人天秤 活个一百劫 然后我厌恶生死以后 我成就阿罗瓦涅槃 然后我再怎么变 全世界只有佛陀知道 因为 为什么佛陀知道呢 因为如来自慧 难信难解 佛陀那不可是意的假观 你别看我们在教化 佛陀教化地址说 藏通别人四个方法而已 反正你不是藏教就是通教 不是通教就是言教 就是四种法门 没那么简单 法法释教 还有个话仪释教 就是比例的问题 最难就是顿见秘密不定 就是说 这释教是一个原则 你今天度化众生 你要用什么样的比例 可能你是藏教的比例 有多少比例 通教多少比例 然后呢 然后下一个阶段 又怎么样比例 那这个事情只有佛都知道 其他没有人知道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 为什么度化中生要这么复杂呢 因为你轮回的时候 你所遭遇的生命经验 本来就很复杂 因为你不是只有善根 你还有反倒业障 你还得破障 所以我们学佛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学佛 都是一张白纸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是过去真摘 比如善根以后 流浪生死 然后把这张白纸 搞得乱七八糟了 才遇到佛陀 那你要佛陀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先你一勾千 再临住佛寺 因为凡夫 他想要修行 因为修行不能够被动 你打他妈他没有用的 一定要主动 凡夫会产生主动 你一定要满足他的希望 他才会努力追求 你讲一个东西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不会修行 再好都没有用 就是说 他这个人喜欢涅槃 你就跟他讲涅槃法 他听了你就欢喜 欢喜以后呢 他就能够灭恶生散 最后 等到他欢喜到这个程度 你再开全写实 这个法门的欢喜 重点是来自于内心 不是这个法门给你欢喜 是内心给你欢喜 你才能够从灭恶生散 你才入礼 所以说凡夫的无量节义 在西齐当中 每一个人心中的深处 阴影越幼 因为你的生活环境 一般来说 你吃的痛苦越多 苦地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苦恼越多的人 他的大分比例 不太可能是教法菩提心 不太可能 他要先经过生文法 生文法 就是这个 先入涅槃 然后再转到无上菩提 那么比较主动积极的人 他一般来说 就比较可能先入菩萨秤 全教的菩萨秤 然后再会一心 就是生文症 他的修觉 以苦地为根本 菩萨症的修觉 以道地为根本 但是不管是苦地 道地 最后一定要会贵到一心 所以 这件事情 只有谁知道呢 如来智慧 男性男解 只有佛陀知道 佛陀知道 怎么样来度化你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能够成佛 你一定要跟佛结缘 如果我不想拜佛 我是想修理官 那你的后果只有一个 就是辟思佛 你没有跟佛结缘 就是 你完全靠你的力量是不行的 这一定要佛陀来引导你 这个就是经住生文 就是这些人 佛陀的大智慧 方便力之道 他一定要先住涅槃 休息才可以的 然后再闯狂出家 我们看卯山的杰慧古今 看经文 尔师所化 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 如等朱比丘 即我灭度后 未来世中 生文弟子事也 那么 这个人在大东自圣佛 听了华华经 那么 有可能 他得度了 那如果他没有得度 他未来会什么情况呢 他如果一直退转 一直退转 他刚好都没有遇到佛陀的出事 那么他会有个底线的 就是什么底线呢 就是 在我灭度以后 未来出事当中 他会出家做生文弟子 这个是底线 就是 诸位 你真的听完华华经理以后 你栽培的华华的善根 庆庆心 普提愿 好 就算你最坏的情况 你后面 身身事事都没有遇到佛陀出事 然后你一直处于放异的状态 但是你跟一般人也不一样 就是 你曾经回归到家的人 就算你后来再出去了 你会有一个出事的善根 就是 你会有种莫名其妙想出家 那至于有没有成功 那看阴眼 特别是在佛陀灭度以后 这是很难的 佛事出家不难 因为佛事出家 不完全是你的善根 佛陀的色受力 佛陀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所以佛陀的历史 有很多是严佛的像好出家 但是你在没有看到佛像之前 你很想出家 你这个人不可思议 就是说 你一生当中 至少有一次想出家 我跟你保证 你过去生一定听过滑滑经 即便在佛陀灭度以后 没有佛出事的情况之下 你的出事善根还在 那表示你栽培的一心真主的善根 他不管怎么退 他有一个底线 就所谓的三秤初心不以以法 就是说 一个人发了菩提心 安住清清心以后 成就初心以后 即便退 他会退到三秤的道果 他不肯退到人天秤 来享受人间的快乐 你不会 这是底线 听完滑滑经以后的最低底线 就是在佛陀灭度以后 末法时代的 法初世修身份法的地址 就是出离心的地址 好